大家好,我是玩妈妈 新一周的早餐备餐来了 这一周主要做面食 有中式还有西式 一起来看看吧 先来做一个黑芝麻馅料 黑芝麻用料理机搅碎 加入适量的糖和牛奶 搅拌成这种可抱团的状态 今天多了一个厨房帮手 面食机 一共有三个碗 陶瓷碗和面 不锈干碗搅入搅菜 用陶瓷碗和一个黑芝麻面团 放上材料 选择中式面点5分钟 用它揉出来的面团 比我手揉光滑多了 切开来组织也完全没有气孔 这样就能做出水光鸡馒头 给所有面团滚圆之后 松弛15分钟 松弛好的面团 上下擀成椭圆形 铺上芝麻馅 再卷起来 中间割开 饧发到按压有回弹 上锅蒸15分钟 好吃又养生的黑芝麻卷就做好了 再做个孩子爱吃的牛肉包子 换上绞肉盆 选择绞肉模式10秒 肉是这样大小均匀的 再来搅点猪肉 少量的猪肉也能搅得非常好 换上绞菜盆 放入洋葱大葱 绞菜可以选择时间短点 6秒就可以 牛肉馅里面放点猪肉好吃 加入以上调料 想要包子馅多汁 可以少量多次的加入葱姜水 再放入搅好的葱末 今天做的是一个麻辣口味的 淋上热油 搅拌均匀之后 放冰箱冷冻半小时 接着来获包子皮需要的面团 选择中式面点5分钟 拌排带洗发功能 选择饧面45分钟 发好的面带这样细密的蜂窝组织 把面团揉光滑排气 喷成每50克一个的面剂 再包上馅料做成包子 不会揉面发面的姐妹 完全可以用面食机 就能解锁各种面食 包子再次醒发20分钟 蒸15分钟焖3分钟 白白胖胖个个吐着红油 咬上一口还爆汁 再做一个馋了很久的糯米茶 一斤猪肉搅成肉馅 10秒就好了 把肉馅冷冻半小时 放入陶瓷碗 加上以上调料 选择中式面点 揉5分钟 让肉馅上劲 像这样挂铲子不容易掉落 按压有回弹就好了 再加入香菇 糯米和玉米腻 猪肠应用白酒泡一下 去腥 糯米肠不能灌得太满 需要给糯米留出膨胀的空间 像这样5成满就可以 系上节扎几个小孔 放入蒸烤箱蒸40分钟 刚出锅的糯米肠非常Q弹 每一口都掺着米香和肉香 再来给孩子做一个汉堡胚 我用的是一次发酵 放入材料 选择稀释面点揉5分钟后加黄油 继续揉6分钟 就能出这样优秀的手套膜 分割成6等份 每80克一个的剂子 滚圆之后喷上水 沾上芝麻 35度饧发1.5倍大 上火19下火180度烤10分钟就好了 最后再来做一个很火的番茄腊肉松被裹 加入番茄酱提升番茄味 揉好面团后感觉颜色不够 我又加了一点红曲粉增色 也就10分钟就出膜了 用洗面模式饧发35分钟 开打排气之后分成6等份 滚圆松弛15分钟 我还揉了个绿色的面团做西红柿蒂 再来调一个腊肉松馅 加了一点芝士碎和白芝麻 喜欢番茄味浓的可以多放点番茄酱 把面团擀成长椭圆形 翻面再对角擀成长方形 底部收薄放上肉松馅卷紧实 由上向下卷起来搓成长条之后 一端剪开 底部按薄 再把另一端绕过去包上 收口捏紧 另面团擀成大片 用切面刀做成西红柿蒂 35度饧发40分钟 给被果过糖水 两面各烫25秒 水温控制在85度左右 最后放入蒸烤箱 180度烤20分钟就好了 做出来的被果 颜值和口感都特别棒 一周的早餐主食备餐就做好了 用保鲜盒装好 冷藏冷冻都可以 我们下期见